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下 一款就是你不会天天都会看到的精工 老精工 或是你不会随便都能到处都可以见到的 一些老精工 而且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确实还是很保值 Hello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als 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小刚真的很久很久很久 都没有和大家聊老表 就是古董表 这一些 大家也知道小刚的频道 曾经分享过很多一些 值得去收藏的一些老表 就是古董表 有IWC 万国 欧米加 这些 欧米加 老力士 Rolex 这些 那精工的老表 有些朋友就会好奇就会问 精工的老表值得收藏吗 有没有收藏的价值 那它的规格 它的性能又如何 那我可以跟你讲 精工 你不要小看日本精工 它的老表 那当时候它的这个 以前它这个旺盛时期 它这些产物 我们所谓它这些作品 可以说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一款 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精工表之一 那它其实当年日本旺盛世纪 最巅峰的作品之一 也是可以这样说 你看它这一种表径 它这个非常多角度的 这一种切割 还有它这个原有的这一种橙色 这一种出来的翡翠绿 我可以说 过了四五十年 几乎半个世纪 到今时今日 还是可以称它为精人之作 真的是非常厉害 那有些人也称它为叫 果冻精工 就是Jelly Seco 因为它这个 你看到它表径 非常的这个有造型 可以说是你在现在的表 根本是不会看到的 那这一些 英文他们有些人叫 Japan的这个 Seko Kanji 那等一下我们再聊一下 那其实说到这个老表 五千系列 好像少刚影片手上 这一次 五六零六 那其实它有很多 别的一些款式 那款式它会 它的主要分别是 它的那个外形 那个壳的那个外形 是有一些分别 有一些不一样 那链带的部分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不过那个 主要那个颜色 小刚想讲一下 颜色才是最大 这一种老表 这一种股东表 要玩就是玩它的这个颜色 那因为这些 很稀有的这个颜色 它的这个 就是很有特色的 这种颜色 那你不要看它以前没有 它以前的颜色 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惊人 你到现在还是 现在去看的话 那你看到小刚放一些影片 蓝 橘色 黄的 红的 粉红的 或是一些绿的 咖啡的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一些那一种渐变色 它那一种配色全部 那这一些 尤其是这些非常火的一些 很有很稀有的这些颜色 那如果你的表刚好是很原装的 而且这个品项又是保养的很不错的 那这种其实在市场上 不多 而且它非常有这个保值性 那其实它入手价格不高 非常的亲民 你就可以玩到这一种表 而且它很保值 保值得来 你看到几乎相比以前 好多年前跟现在 这一种表的价格 确实是已经提升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种进贡 是其实 非常有它的收藏的价值的 这一种 这一类型的 这一种 比如说有比较稀有的 这种面盘的颜色 这一种 它是有它的价值 所以你会看到 那今天要讲的这个LM 你看5606 下面就写这个LM 其实它以前 它是有Logmatic 有Log Marvel 那Log这个LM 它是在 以前它是定位在 中高阶的 这个进贡 旗下里面 这个产品线里面 它是属于一个 中高阶的这一种 这个系列 那时候可以讲是 进贡最旺盛的一个时期 刚小刚有提到 那你看刚小刚有讲 日本 Japan Seco 就有讲着这个老表 那以前 因为以前 基本上它非常收藏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 也就是因为 以前的进贡 基本上所有进贡 都是这个日本生产的 所以日本推 日本制造的 这一种Japan Seco 我们叫日本这种进贡 那你会看到 Kanji的意思 就是你看它这个 日历的部分 那因为它有Date 它有日期跟星期 那它星期的部分 小刚放一些图片 它是用这个 金木水火土日月的 就是这一种 日本当地的这种 这一种 它的这个文化 它就用在 它的这个表盘上面 你会看到 这个非常惊艳的 这一种翡翠绿 就不带话下了 刚小刚已经提到了 它真的是 你看那个多角度 真的是 可以说是 这一支表 爱不释手 那配上这个 原有的这一种 钢链 那说到这个 激星的部分 小刚也想提一下 那这个激星 当时候的这一些激星 真的是 我可以说 以前 金工日本 制表的 那个精神 它就是冲着 它的对手 就是冲着瑞士表 去做的 所以它基本上 以前的那种 那一种 时期的 那个激星 其实非常多 而且每一款 其实它一直有分 中高阶这一些 中到低 到高级 那些 都有分很多 很多的这个等级 而且基本每一款的这个激星 都是非常的 它的每一款激星的信号 都是非常的经典 非常的有历史 而且这个精准度 小刚测量了之后 你看这个影片 真的是 哇 你看 精准走势 真的是非常的精准 几乎真的是天文台等级了 那你过了四五十年以后 你还可以有这样子的走势 我跟你讲 再一次证实了这个进攻 制表的这个厉害之处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因为这种激星 它还备有这个 那这个 日期这些块条 就不在话下了 那你看到 其实它还是有 以前也 大家也知道 以前的这种进攻 很多是没有 手动上链的 如果你是自动的 这个激星的话 这个是它可以做 手动上链的 而且它是有 这个秒停的功能的 那你可以知道 在当时候 其实它已经是 非常的厉害了 因为那时候 如果那一个时期 如果它是有 这种秒停的功能 这个 手动上链这些 可以说 那时候它的定位 就是属于比较 中高阶的 它这种定位 这一个激星 非常的耐用 耐操 而且走势非常的精准 不像我们现在看到 这种什么7S 4R这种 因为它整个 那个激星的 质量 我可以跟你讲 那个quality 那个手工 那个手工出来的 那个质量 是远比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那种入门的激星 好的 真的是好 非常非常多 你是在现在 是完全不会看到的 那今天就想分享 这一款 一个36mm 大家手上 完全也不会觉得小 你看它整个 好像一种 鲍鱼一样 非常的厚实的 那一种 大家手上 是非常有分量的 非常有那个存在感 这一支 就信任小刚想分享了 这个日本 这个古董的 这个牢表 日本的这个进攻 非常非常有特色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